第四十条 这个就是玩Regular 踢在稀状 是什么来的呢?是一个三角锥体 而Regular就是指 Regular 配踢在稀状 就是指这个三角锥 所有的面都是等哪三角形 我试试画一画出来 就是画了 现在是一个三角锥 所有的面都是等哪三角形 他试试这三角锥的高度是2cm 所以你就在这里 这样拉下来 这个就是2cm 问题就是 你要计算Volume Volume只有HIGHTS是不行的 你要有面积 Volume的公式就是三分一 成Base Area 再成呢 HIGHTS 就是呢 所以变成我要计算边场 好 那来的了 我当这条叫A 这条会是多少呢? 其实这条呢 我有一个很快的方法 就是叫做Circle Radius 但是这个你required 你要先计算一个Circle Radius的概念 什么叫Circle Radius呢? 就是一个三角形 任意一个都可以了 一个三角形 如果你有一个圆形包住它 任何一个三角形 你都可以画到一个圆形包住它 这个圆形的radius呢 有数得计算的 这个圆形的radius呢 就有条公式的 就叫做A over side A 等于2R 那什么是小A和大A呢? 小A和大A呢 就是这个Circle 这条是Circle Radius的公式了 那现在呢 其实这条就是Circle Radius 因为 你想想一个途边三角形 你这里这样摔下去 一定摔下去到中央的 所以这条是Circle Radius 来的 那现在呢 那现在用着呢 右边这条式的了 那如果跟我学2D出稿呢 或者3D的人呢 是没有可能不认识这条式的 好了 那变成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计算到这条换了 这条呢 就是 A over 2Side 60度 因为它 设计三个人每个人都60度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开方3 那所以呢 我们呢 我们呢 可以用完整个数换了 就是A over 开方3 2次 加2 Square 就等于A Square A2次 over 3 加4 等于A2次 4 全部一起乘3 A2次 加12 等于3 A2次 2A2次 等于12 A2次呢 就是6 A2次 就是6 好 那算到A2次是6 差不多了 再那个2 рут边三个人的面积 怎么算的呢 рут边三个人的面积呢 就是 二分一 A2次 即是哪一层 乘4 是哪一层 因为A2次 再Side 60度 再乘2 而我们都知道 A2次就是6 那就是说呢 这个是填6 6和这两个人都 Lost 所以只剩下这个4 就是会左右 如果只剩下 即是只有開方3 over 2 乘以2 答案就是開方3 這個呢 Size 60 度是開方3 over 2 所以答案就是 Beat for Boy 搞定